還有一些重點,再稍微回顧一下 第一個當然就是抓幾個比較重要的網站資料 包含就是YouTube的清單 那這個我其實蠻常用到 因為YouTube上面影片太多要做整理的話 那如果說有一個慢慢自己去抓的話 這恐怕是非常浪費時間的事情 所以如果說可以自己把那個清單裡面的連結找到的話 那整理影片就比較方便了 那再來的話像那個Yahoo上面的焦點新聞 我們可以把標題跟網址抓下來 那這部分當然以後可以就是你假設有時間的話 可以試著去把所有的新聞網上面的那個標題 或者是內文做整理的話 這直接有一個方式 就是說各大新聞對於比如說 像今天這個事情北北基不同調 有沒有什麼樣的評論諸如此類 如果說一則新聞 其實你會發現每一個每一家新聞媒體 其實對於同一件事情的看法 其實也是那個完全是南原北側 就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網路上的評論也都不一樣 到底對還是不對好還是壞 其實我是覺得當然每個人都喜歡放假 誰不喜歡放假 可是如果放的有點就是那個明明無風無雨 卻放假 其實就有點感覺好像打不如去上班 因為如果說真的 在家裡真的也是蠻無聊的 而且你又不能出門 那颱風架感覺好像風雨很大 那其他的話像 ET Today 裡面我們也把它那個裡面 再做一些延伸 那下載那個Google的搜尋結果 也就實際上很多搜尋引擎裡面的東西 你也可以去觀察 比如說某個關鍵字呢 它的搜尋結果 當然搜尋結果非常重要 那你有辦法去把那個搜尋的結果找出來 把可能很多 當然你可能很多關鍵字想要觀察的話 實際上也可以利用我們上禮拜講的 再來的話就是台銀外匯 那外匯資料當然不是只有台銀 很多的網站上都有 也許你可以利用像上個禮拜的部分的那個練習 可以自己延伸再去做整理 影片的話呢 這底下都有超連結 你也可以自己再把這裡面稍微複習一下 其實像這種課程 其實真的還蠻花時間 因為你只要一個網頁裡面雖然沒什麼 但是你要把資料抓下來 都會有一個固定的流程喔 我是建議你可能要把那個流程 好好的去把它熟悉一下 第一個 你可能要先找到那個網站裡面的結構 比如HTML裡面 到底要抓哪一個Tag標籤 比如說我們都抓那個A 超連結 如果A底下有class的話 有那個CS標籤 那我們可以用那個CSS的類別 class去抓它一樣的類別的東西 如果沒有的話呢 那當然你就是再往上一層 好像我記得那個Edit Today裡面 它的A後面就沒有class 那怎麼辦呢 它上面有個H3 H3它有class 你可以先抓它上一層 再往下去抓你要的東西 所以有的時候 像這種網頁的資料 最麻煩的地方 因為它的變數太多了 也就是每個網頁 它長的都不一樣 那你不能說我一套規則 全體適用 OK 那當然不可能 所以怎麼辦呢 你要抓出 在沒有規則的前提下 有沒有一套可能的規則性 OK 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這就是網路爬蟲的部分 網路爬蟲裡面 那今天的話呢 接著我們再 把那個上個禮拜的東西 稍微再 也許再複習 再稍微重點回顧 然後也許 接下來我們就找更困難一點點 因為在下兩題 那複雜度又比上個禮拜的 還要來得更高 所以你上個禮拜的東西 假如說沒有回去複習 沒有練習過的話 你今天的部分那又更困難 那首先的話 第一個我們再切到那個 我們雲端白板裡面 那其實這邊呢 我已經幫各位通通整理好了 所以每一次上課 那後面當然有一些 可能沒有講到的 其實各位回去可以參考 因為每一個 我是覺得很重要的部分 像是什麼呢 處理ESHEL的表 ESHEL如果你要讀 讀寫的部分 你可能要需要用到外部的 安裝一些外部的那個套件 那這裡面的話 我這邊有相關的說明 不過因為可能時間的關係 還有就是說呢 那個流程的重要性 那我就沒有提到 不過其實也非常簡單 那你要印刷什麼呢 如果你要讀的話呢 就要印刷這XLRD 但是這個東西喔 特別注意喔 它不是內建的喔 所以呢 如果你把我這一套 這個程式貼上的話 可能沒辦法弄 你要用Pipe Install 再把XLRD把它裝起來 就是Pipe Install 就是要把這個 讀取 RD就是Read 那如果你要寫錄的話呢 我這邊有一個叫 XL 什麼呢 WT啦 所以也是一樣 你要Pipe Install 然後呢 XL WT 那這部分的話呢 就可以讀也可以寫 不過我是覺得 目前這個效益 也需要這個需要啦 不過其實如果一般性需求 老不如你就是輸出成CSV 其實也可以 暫時可以 但如果說你要再深入 也就是有點像 用Python去控制 Excel的檔案的那個 每一個工作表啦 內容等等的 其實這邊我都有舉一些例子喔 只是說難度可能會相對的比較高 包含就是說寫錄的地方 怎麼去寫資料 怎麼去存檔 讀的話呢 也有講一些怎麼去開檔 Open Workbook 哪一個Webbook呢 就是哪一個檔案 然後呢 再來就是它的序值 工作簿 工作表 然後裡面要放什麼儲存格的內容 其實這邊呢 你也可以稍微操作一下 這邊當然後面如果 時間來不及的話 那我們就是放在這邊給各位參考 另外的話呢 就是 Seqlite如果不能滿足你的工作需求 比如說你的資料庫 需要是給很多電腦同時存取的話 那建議用的 MySeql 或者是MySeql 那實際上的話呢 大概還是一樣 一樣要裝什麼 裝一個 就是MySeql的環境 那我這邊一樣在雲端上 有一個SAMP的環境啦 所以 這個之前喔 我們在 VBA的進階課裡面 有提到怎麼做 另外在PHP加MySeql 課程也有提到 主要就是說呢 建置那個MySeql之後 如果存取 那假設你已經把MySeql 建置好之後喔 將來如果你要存取的話 最重要的部分呢 其實就是也是一樣 Pipe Install呢 就這個東西 喔 Pi 買Seql 你就把這個裝起來之後的話 那你就可以去存取 買Seql 其實非常簡單的 我發現 跟Seqlite只有差 大概 第一個地方是要安裝 第二個的話 就是程式部分喔 只要多增加兩個 就是 跟他講幾個重 就是Horse Horse的就是 那一台電腦的IP位置 那我 如果說自己 指向自己LogHorse 如果說 你是指向某一台電腦IP位置的話 那這邊IP位置改一下 另外的話呢 那一台電腦一定有 UserName跟Password 還有它的DB 就是它的那個資料庫的名稱 所以這個部分喔 資料庫可能你要自己 去把它建立起來 比如說你在那個買Seql裡面 先建一個DB 名稱叫什麼問題2 之類的啦 那你就可以去讀 也可以寫了 OK 其實那個 Python 存取買Seql 其實沒有想像中困難 還有其他 包含就是說 Filebase Filebase Filebase就是說 如果你將來你的資料 不要存在 你的那個資料庫裡面 你要存在雲端的話 其實目前喔 可以用Filebase 其實它好處就免費 而且它的儲存空間 可以打1G 一個月 好像流量也是1G 所以你只是做測試的話 這個Filebase 還蠻好用的喔 那它的架構就是 KeyValue 跟那個Dictionary 跟Jackson檔 還蠻像的喔 如果有 有時間的話 也不妨可以試一下 那裡面當然已經有 一樣要先安裝這個 所以你會發現 後面東西都要安裝 安裝完之後呢 你就可以去存取了 那怎麼做 這邊大概有一些相關說明 你就按照步驟 那當然首先 你一定要create一個什麼 一個你的 就是如果你在Filebase裡面 沒有帳號的話 那你可以去把它產生一個 它會給你一個那個 新的帳號 你的權限就是說 Free的話 它會有100個account 就欸 好像連線數吧 最多100 然後呢 容量呢 是1G 一個月可以使用的 就是那個 流量喔 10G 那10G的話 對一般來說 其實也很足夠啦 你只要不要超過這個 限制的話 那其實都是免費的 OK 這是雲端的 資料庫啦 不過這個我想 還是有點難度 有興趣 同學可以試試看 那它的好處就是說呢 不是只有Python可以存取 手機端也可以 現在很多手機都是存取 那個Filebase 也就是你把東西丟到Filebase 那手機要讀的話 直接去連Filebase 手機本身就可以看到 你要看的資料了 OK 這是還蠻 那自動執行的話呢 坊間的書籍都是用那個 我們內建的那個 所謂的 什麼自動 就是那個什麼呢 排程啦 不過我覺得這個排程 這還蠻難用的 所以後來我補充了 這個排程怎麼做啦 你可以找到工作排程 建立工作 那什麼就是 假設你要去執行 某一支程式的話 你就是 用pipe 就是 直接那個指向哪一支 那個.py的程式 讓他去執行就可以了 不過我是覺得 這個其實沒有很好用 後來我好像 補充了一個 這邊動作 就是你把那個 Python的執行檔告訴他 然後再告訴他說 你要執行哪一個.py的程式 他時間一到會自動幫你執行 這個也是一個方法 這個也是一個方法 但是我覺得 以我自己啦 我是覺得 還有一個方法 因為VBA裡面自動執行 其實比排程更簡單 而且可以做很多更複雜的排程 所以我這邊有補充就是說 如果你要用VBA去執行排程的話 也可以喔 甚至兩邊可以互相操作 那你可以利用什麼呢 Application的物件裡面的 那個on type方法 那什麼時間到 就去執行它 單次執行的話 就是你建一個 插入一個sub 也許叫share.py好了 然後呢 我這邊的話 就是用share的指令 所以在VBA裡面有一個share share是外部執行 那你告訴他說 我的.py的檔案在哪裡 我要執行的那個python的程式在哪裡 他就會幫我把它執行 如果你單次執行 這樣按一下按鈕 他就執行一次 他去執行什麼 VBA裡面按鈕按下去喔 他是執行.py的喔 就是點python的程式喔 ok 那如果你要不斷執行的話 你可以application.ontime 關鍵就是這個東西 application物件值的就以share本身喔 你可以怎麼樣 時間一到 那這個地方有個範例就是 5秒鐘 每5秒鐘執行一次喔 那什麼叫每5秒鐘執行 就是now 現在的時間 加上time value 不過喔 5秒你不能直接給數字5喔 他一定要給一個時間的格式 那時間給格式 一定要time value 10分秒給他 那也就是說 每隔5秒鐘呢 那我就怎麼樣 run一下這個程式 那這個run一下程式 其實你會發現喔 有沒有發現喔 這個程式 實際上指的是什麼 指的是他自己 那也就是說喔 自己呼叫自己 每5秒鐘自己呼叫一次自己 那執行動作就是喔 一樣去執行 某一個什麼點py 那0的話 我印象中好像是 就是不顯示 反正就在背後執行 1的話 好像他會跳出那個 一個那個dose的畫面 OK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試試看喔 這招還蠻好用 就是說 把vba 跟那個什麼 excel 把vba跟python 如果你要串在一起的話 那我就可以怎麼做呢 結長補短嘛 比如說有些部分呢 像網路爬蟲齁 python也許某部分比較強 那我可以怎麼樣 在寫python的程式 再用vba去呼叫他 這樣也是一招喔 OK喔 甚至你呼叫完之後 爬下來之後 你可以存在某一個地方 再用excel vba去開啟他 也OK啊 兩邊反正互相 資料交換一下 也絕對沒有問題 而且非常好用喔 你不要想說 彼此之間是競爭對手 不是喔 彼此之間是互相協同的 互相合作的 就像北北基一樣 彼此之間 其實應該是互相合作才對啦 不是說互相競爭啦 沒有意義喔 所以彼此之間 vba跟python 其實是可以合作的 非常的融洽的 那我這邊舉個例子說 如果你要從vba去呼叫 該怎麼做 這個是單次 就是呼叫 另外你要不斷執行的話 那你可以每隔五秒鐘喔 時間可以自己修改 或者還有一個方法 每天的幾點幾分 on time後面你也可以跟他講說 哪一個時間喔 他也可以那個時間一到 自動去幫你呼叫 所以其實喔 這個地方可以做很多耶 比如說你一天裡面喔 可以執行非常多的 python的py程式 然後他可以去抓 全世界你要抓的那個 網頁上的資料 抓下來之後呢 幫你塞到哪裡呢 也許你把它不要塞到 Seql Live 你塞到 買Seql裡面 因為資料交換比較容易 對不對 然後呢 就把所有東西都塞進去 啊 再來如果你要產生 Excel上面的東西 你在用vba 去抓那裡面的資料 因為vba也一樣可以 存取買Seql的東西 存取完之後呢 手機端要秀 那你在用手機的app 去抓那個 買Seql裡面的資料 互相之間就可以溝通的非常好 這絕對沒有問題喔 而且是如果你會這樣做的話 可以做變出很多花樣喔 OK 這些其實都很值錢的東西啦 不過只是說你可能要想一想 這裡面該怎麼做喔 那OK 這個是有關那個 其他補充的部分 還有另外 假設你要把它打包成執行檔 因為點py是執行 這是一個module檔 但如果你要把它打包成執行檔 就EXE的話 這邊有提到 其他還有繪製圖表啦 其實未來 其實我也想說 下載東西馬上繪成圖表 當然是最好的 不過 這個地方可能還是 牽涉到一些 技術上層面的問題啦 回去的話 也許你可以把這些東西 如果有時間的話 可以把這邊 再做一個延伸性的學習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就是再把那個 上個禮拜 就是抓網路資料 延伸過來 請各位等一下看一下 參考那個 0605這一個 那主要我們是什麼呢 假設兩個類型體 一個是截取台采的那個號碼 一個是截取Yahoo股市資料 那Yahoo股市資料呢 裡面會有個問題 因為最近好像有 以前人家都習慣用那個 Excel的聚集錄製 把Yahoo股市資料抓下來 可是那個動作呢 最近好像會變亂嘛 所以呢 這時候有兩個方案 一個要不就是怎麼樣 用Python來抓 再位給 位給Excel 另外一個方案就是怎麼樣 直接乾脆用VBA來抓 兩個部分我都會補充喔 OK 所以待會我們來 首先第一個 我們先來看一下 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那個喔 特別注意喔 取得台采 台采裡面最新的那個 相關的訊息的話 OK 那這邊有個網址 你可以先點進來看一下 第一個齁 如果要抓網路資料 也就一定要先觀察它 裡面我要抓什麼啦 那當然你會發現 他這邊有個清單啦 因為第一個齁 說真的 你要抓什麼之前 你要先認識這個網頁 如果你對這個網頁很陌生的話 要抓就不可能 OK 所以你要第一個 要先知道 到底裡面有什麼啦 OK 然後第二個 你要抓什麼 然後記得要善用工具喔 我講過喔 F12有沒有 很好用嘛 因為你按右鍵這個 這個沒辦法 因為他說 版權所有 有沒有 因為他這裡按右鍵 有一個JavaScript 所謂的JavaScript 就是 他會當你按右鍵 自動跳出這個Alone 告訴你說呢 你不能做 而且把你右鍵給鎖住了 當然我這邊有提到一個方法 就是說呢 你其實可以怎麼樣 可以把JavaScript關掉 是OK的 但是我覺得不用啦 因為這邊還有另外一招 我們乾脆按F12 F12之後的話 你可以看到上面有個箭頭 這個箭頭呢 實際上你指到哪裡 它都會告訴你這裡面是什麼東西 所以我要抓的東西 基本上 也許 慢慢來吧 按部就班 這邊的話總共 會有 威力彩 一直到 什麼Bingo Bingo吧 總共這麼多 那我最後的目標是希望把這些號碼 都抓回來 威力彩 開獎號碼 然後呢 大樂透 開獎號碼 一時類推 全部都幫我抓下來 裡面的話總共會有這些區塊 OK 那你們先觀察一下吧 再來我是希望能夠 最好是執行完之後呢 自動怎麼樣 就可以把剛剛看到的東西 全部幫我把那個 這個結果 開獎結果幫我列出來 這部分的話 請各位先稍微試一下 觀察一下 這個網頁的架構 然後呢 再來去做後續動 其實就可以很快的把你要的網頁資料抓下來 其實你要的網頁資料 只要能夠觀察出它的那個 像tag html的標籤 跟class 再來就是 丟給python 它就幫你把資料抓回來了 一個問題就是說 網路爬蟲 到底合覆合法的問題 會不會有侵犯到別人的那個 智慧財產權的爭議問題 因為如果說所有東西都已經寫好 然後所有動作其實都不是人在操作 就大量的去爬取人家資料 然後寫到對方的資料庫裡面 其實這個可能還是會牽涉到那個 就是別人的智慧財產權的問題 那目前各國是還沒有針對這部分去 去去去去 比如說修一些法 比如說你不行 他是工業給你看的 就是說給你看看 你就不跑到社會裡面 你看到資料而已 對 所以目前是沒有什麼規範 除非說你有你有在在治的問題 但如果沒有的話 到底有沒有 還是有沒有侵犯別人 就像說那個 剛開始什麼空拍機剛出來 其實大概也都飛來飛去 可是慢慢發現 好像是會影響到別人 所以後來有制定一些 哪些地方不能飛 哪些不能 才慢慢有 針對這部分去制定那個 相關的法案 不過這個我想 目前我們在抓資料 當然也還沒有到那種程度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 把那個台彩的官網 稍微看一下 好